6月19日的沙田日赛 约翰摩雅憑着威力穿奪冠 赢得他在港 从年以来第1500场头马 为大摩的练马生涯再添纪录 仰望这些传奇 后辈或许会觉得望尘莫及 但其实无数传奇 都是一步一步捱出来的 例如神级漫画《龙珠》 全球销量达到2亿3千万部 不过原来作者了三明 曾经一次又一次打算放弃连载 第一次他打算画到打完天下第一舞蹈会 就完结 不过因为漫画实在太受欢迎 于是他就坚持继续画下去 廖三明硬着头皮画下去 创造出非理和超级撒亚人 令到龙珠的人气 又到达另外一个高峰 这个时候廖三明又说想不到新东西 不想再画 但编辑又怎会放过他呢 在吹逼之下 廖三明继续创作出思路片 和魔人捕鸥片 成就一部漫画神作 面对难关更加要咬紧牙关 不放弃, 一步步离 这样才可以成为专闯 大家好, 欢迎收看录音厂当 妹徒你现在的身形真是越来越聪明 除了可以做一个主持之外 真的很适合去打摄角 那倒是, 要不要立刻笑我 慢着, 女俠, 等一等 这些都是赞赏, 别这么容易生气 像这样, 欧洲国家杯 冰岛的龙门可以是一个导演 连教练也可以是一个兼职的牙姨 又是赢英格兰 对, 那场球真的很精彩 特别是冰岛的旁述 我觉得入包的时候, 挤得走音 别说走音 国家队可以破天荒打入八强 直接是要开P庆祝它 今季最后一次快活谷野菜 将会在下星期三举行 各位晚民请留意 当晚跑马地马场 会举行大型派对 除了有美食, 有东西玩 还有劲歌业务表演之外 更加要看一群 斗得难分难解的本地骑士 搶头马 所以要送别这个马柜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握机会 疯狂玩玩了 第四 至于7月10号星期日 就是沙田马场萨科日 当日会颁发冠军连马师 以及冠军骑士两项年度大奖 骑士莫雷拉在头马数字上摇摇领先 6月已经打破了上季游区创下的 145场头马纪录 目前大家关注的 就是他最终低造的新头马数字 除此之外 当日全体骑士还会按照传统 做闭幕巡游 给大家带送礼物 搭借马迷的支持 不知道我能否拿到 嘉琪BB亲手订的礼物呢 第四 憑拼径, 争取胜利 以双手低造专棋 想不想成为下一个顶尖骑士呢 机会来了, 飞云 马会新一期的 赛事兼集学院计划开始了 而早前还举行了传媒简部会 这个赛马专业培训课程 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 不少家传户晓的骑士和练马专 都在这里训练出来 长迟可以留意马会网页 第二 下季开始 录音场上又多个新面孔 曾经在南非和纽西兰学艺的 毛衔东 将会以建杂骑士身分出赛 而他将会跟随练马专 沈杂成学艺 沈杂成以前也是骑士 而重年之后成绩也非常不错 今季他的头马数字 还是重年以来最高 跟着这么出色的师傅 希望冒险都会有好表现 第一 我最期待的画面终于出现了 就是女神嘉琪BB上来录音厂当 下星期二和星期五晚的冲线背后 有嘉琪BB的访问 究竟她平时说话是怎样的呢? 摘偶条件是怎样的呢? 为什么又那么喜欢粉红色呢? 真的有很多问题 总之大家记得看吧 今天最佳短途马你有什么心事呢? 我喜欢幸运如仪 有营加 今年冠军人马奖的最佳一里马 你有什么心事呢? 首飾太阳 首飾太阳 今季的最佳短途马候选马匹 就有上届的马王步步友 有营格、大运赛和幸福指数 至于这个奖 上届就由有营格奪得 上季分别胜出浪琴标香港短途锦标 日本的高崇宫纪念赛 和新加坡克里斯巴 国际短途锦标三场国际级赛 全部都是1200米的赛事 今届所有候选的赛区 全部都在逃程1400米以下的赛事 有突出表现 所以大家记得留意一下 至于今届的最佳一里马 入围马匹 分别有两匹铜主马 美丽之星和美丽大师 另外还有泳彩繽纷 大印银子和首飾太阳 而这个奖上届就由步步友夺得 上季分别胜出浪琴标香港一里錦标 董事杯女王银熙纪念杯冠军一里赛 四场国际一级赛 至于今届这么多匹的候选马匹 全部都是1400至1800米以下 零色有表现 所以大家记得留意一下 这两个大奖最终会由哪匹马奪得 就要等到下星期五才知道 说起奖行 8月的奥运 亦有很多奖等我们去取得 除了一般运动员之外 双健运动员亦都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马上看看 还有一个月就是万众期待的 2016里约奥运 为在这行体坛盛事 各国运动员都加紧练习 而当中更加有人付出双倍的努力 他们就是残奥运动员 我是谢贝婷 Natasha今年19岁 我是香港相见的马属女队员 先天的老性癱瘓 令Natasha四肢活动瘦了 手术治疗虽然可以改善她的活动能力 但在复康过程中 对她最大帮助的 竟然是 很有安全感 很刺激 好像坐上来 马的眼界很高 很阔 无心插柳 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成就 Natasha起初学骑马 只是为了改善体格 但她的教练B Sir 就发现Natasha 在骑术方面有个人的天分 我大概从09、10开始训练她 Natasha在斗心方面都非常强 每次面对比赛时 她都能够很专注 很全力应付她的比赛 在教练的识心指导下 Natasha的表现越来越好 更是在2010年 加入香港双健策騎会的 双健马述队 开始接受专业训练 其实专业训练 我们通常包括一些 我有Fisio Natasha最弱的地方就是体能 我们不断在健康方面调分她 再加上在技术 就不断练习多一些路线的地方 希望令她的路线力量 站得准确一点 严格的训练 都阻挡不了Natasha对马术的热情 而每个骑手都经历过的堕马 对她来说 也只是她的马术梦当中的 一个小波节 我也有试过堕马 我最深刻的一次就是 在英国我教练 就让我骑了一只马 那只马很绿色 然后我给了一个讯号 就是 然后就把马飙飙了 然后我就… 10个圈之后 我就练不住掉下来 那次教练 再让我上过那只马 去克服恐惧 成功克服心理恐惧 在2012年 16岁的Natasha 代表香港出现 倫敦残翁马术赛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 残翁马术运动员 其实2012年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奥运 我第一次出场 我看到这么多人看着我 很紧张 对 轮队奥运 对Natasha来说 绝对是毕生难忘的经历 虽然得不到奖牌 但那次的经验 令Natasha更懂得控制自己的心理质素 为再次挑战奥运做好准备 2016年 Natasha再接再例 成功晋身港队代表 今年九月再次奥运 这次心情就不要那么紧张 反而会很期待 还有很想破自己的记录 我们准备了 他早点会去英国特训 希望他们多点时间 去跟这马马磨合 其实他成长了很多 因为他以前骑的马匹 通常偏乖 但这次他比赛是一只新的马 质素很高 不过他始终是磨合时间偏少 所以我也希望他能够 这次在这个比赛 能够在这马马发挥得更加好 Natasha即将出发 备战九月举行的残奥马述赛 希望他到时可以海船而归 Natasha真是很有毅力 希望她这次出战奥运 可以得到好成绩 一份毅力真的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下节目的嘉宾 沈杂成一样 都是凭着一份毅力 才成功踏上他连马尸之路 想听成哥分享他的成功悲剧 就千万不要走开